权力使人腐化 站在高峰上是危险的 执政党完全执政后 一意孤行不但没收中天新闻 碾压言论自由 台湾变成缺电缺水缺工更缺德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正要强推 数位中介服务法 这一次我们不再忍 也绝对不能忍了 蒋万安说我是律师出身 也是一名立委 我今天要公开站出来 反对这不恶法 如果法案通过 我们在网络世界 包括FBI IG PTT Decard 巴哈姆特 甚至是传LINE讯息 都有可能因为我们 认定的事实和政府不同 就被认定为假消息 而被删文 停权 查办 PTT认为 这等于是叫他们观战 LINE表示 我们很遗憾在国发会 公共网络参与平台上 更高达99%网友反对这不法案 有网友痛批蔡政府 选前郑南荣 选后郑南荣2013年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曾经写脸书反对新电信法第九条 难道是为了等到2022年已经是总统后 再通过更严苛 更压迫的数位中介服务法吗 再看陈时中 到了言论自由的威王时刻 还在说用扣帽子的方式讨论法案并不好 白纸黑字的法条都写在那里 民众跟业者 已经胆战心惊 各大论坛风声鹤唳 这还只是空帽子吗 如果有了数位中介服务法 我们就不能去 批评蔡总统背书的林志坚论文是抄袭 不能抨击新竹花12一盖出烂球场 为检浦债受害台人 她说而被蔡政府攻击的网红Bump 她的影片会被删掉 我们更不许在质疑陈时中买的黑心快筛跟3加11会议记录 更不能问停电是因为缺电还是小动物误处 因为政府已经定义了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假新闻 数位中介服务法是一个由蔡英文 陈时中等人护航将会摧毁民主成果的法案 但我们必须强势 否则整个台湾的是非黑白 将会是民进党说了算 摩群祝您 吉祥如意 洗测 吉祥 手